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大家就靠网路线在做交流 昨天为什么没出现? 因为在忙 因为有人阵亡了 他活了 因为阵亡好像最近蛮流行 尤其像疫情关系 又有所谓的所谓佛心防疫保单 五百元之乱 那有的人是说他好像是去买彩券一样 有点跟他赌的意思 我花少少钱跟他赌 看能不能中一个人 我即将即将 但是受访者的民众有跳出来说 大家都断章取义 有点误会他 怎么说 因为他是说好像就是你就是花少少的钱 然后去赌那个十万块之类的 但是他那时候他说他的想法不是这样子 但是不管如何 反正这张保单已经在25号的下午五点 已经停卖了 对 我们来了解一下 根据提供疫情及时数据的网站有说 全球的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 已经突破了1亿人 大约在两周内就增加了大约有1000万个病例 新冠死亡病例则是超过了214万人 那相当多的人 根据报导 从去年的11月9号全球的确诊数突破5000万例以来 大约每15天就会增加100万例 这是非常高的 那美国确诊病例跟死亡人数都居于世界之冠 确诊的数量是2500万例 死亡人数超过了43.1万人 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这几天都去抢所谓的防疫保单这件事情 对 尤其25号之前 然后几乎你去邮局有没有 几乎看到在排队的都是那个保险业务经纪人 22号跟23号这段时间呢 本来呢 防疫公司是想说他们会继续买的 结果没有想到在22号左右他们宣布要停卖 对啊 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是看到说 有这个所谓的防疫佛心的这个保单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人家说他会停卖 可是他又跳出来说 我们决定继续卖 可是后来发现说应该是 又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大家开始恐慌紧张啦 那每个人都觉得说 我一定至少要买一张 尤其你又住在那种都会区的人 有没有 比较靠近桃园那一带的人 又觉得说他更需要 嗯 为什么这张保单会造成大家的一个抢购呢 嗯 嗯 因为他就花少点钱 就只要隔离 只要收到那个卫生局啊 或中央疾病管制署的那个通知 有隔离单的话就可以理配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 到底前一阵子大家在抢这张防疫保单 他的内容是什么 嗯 那而且呢 这张保单 其实这家保险公司 只有推出不到两个月吧 嗯 好像12月开始 对 对啊 嗯 就造成了 马上就停止的状态 停止收检 很多人呢 都 开始在抢这张保单 有钱都抢不到 嗯 因为第一个 那个 就算保险 呃 经纪人他们愿意想多接 也没办法 因为他太累了 对 所以我就是去帮忙 所以昨天又没办法做 节目 因为已经整个通消 对啊 通消 在写一些处理资料 可能 这样 以你说你去帮忙到 整个超过12到15个小时 有 对啊 嗯 辛苦了 然后 其实他们已经在讲说 这一张保单 事实上真的是佛星来的 嗯 对 那为什么这一张的保单呢 会 从12月 然后到现在才只不过短短几个月 造成抢购 然后又停止收件 那原因是因为呢 评估公司的风险 为那程度跟被保险的权益 因为我们知道一张保单出来呢 他绝对会有一些风险的评估 嗯 那由于这一张防疫保单呢 受到外界的热力关注 嗯 发现已经超过了公司内部行政作业的负荷量了 嗯 所以 达到了公司设定的风险累积额度了 为了避免呢 影响到其他保护的权益 以及兼顾风险的控管 就决定 在22号的时候 表明说1月25号的下午5点 停止受理防疫保单的申请 没有想到呢 消息一出来 反而造成更大的抢购人 人家说500元之乱 对 那不是所有的保单呢 都可以理赔 要看你的 你已经是确诊了 那当然就不在这个保险的 有除外条 所谓的除外条款的部分 嗯 或者是说呢 嗯 你 还没有 就是有一个中间 就是你还没有完成投保 嗯 那也不在保险范围之内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说呢 防疫保单呢 你用到了 嗯 不幸用到了 那什么时候 会理赔 那这也是消费者 或者是购买的人 要特别留意的 就是他必须呢 要符合 像是接受居家隔离 嗯 集中隔离 是 隔离治疗 嗯 居家检疫 嗯 或集中检疫 这五种情形之下的人呢 保险公司才会医保费 给予新台币五万 或者是十万元的补偿金 那所以才会说 嗯 大家会强着想说 去试试看 嗯嗯嗯 我是觉得保险 它是一个保障 当然没有人会 会想要去用到 对啦 保单就是买一个安心 那如果是 当然是希望都不要 不要赌到 真的啊 我们平常在规划保险的时候 也是如此啊 对不对 总不可能买一个 癌症险 然后希望自己得癌症吧 是啊 对啊 那我觉得这防疫保单也是如此 是 只是说因为它 嗯 真的保费非常的便宜 嗯 所以大家才想说 买个新安这样子 对 如果真的不幸遇到了 那至少有个补偿金 嗯 嗯 那 在 新闻媒体上呢 我们的 阿中部长 就 有接受 访问说 阿中部长会不会买 嗯 防疫保单这件事 他就只回了两个字 买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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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他所谓的买喉的意思 真的 你这样子算起来呢 不管是赔偿五万或十万呢 以居家隔离来讲的话呢 确实不划算了 嗯嗯嗯 对不对 因为你可能必须要去隔离十四天啊 是 那这十四天 那 这个钱 其实也 还好 对 好 就算政府有给你一些 可能隔离的一个费用 也不高 嗯 跟你实际如果你可以出去外面工作 然后做什么 嗯 对啊 嗯 那另外呢 这一张保单 因为受到大家的热烈回向大抢购 其实就像我们讲 他保费呢 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并且针对呢 只要是隔离或者是检疫 就给予补偿 嗯嗯 是 所以才会造成了这么热烈的抢购 这样子 嗯 你知道吗 其实防疫保单不只这一家 不只这一家 对 只是因为他相对来的便宜啦 那根据呢 金管会的统计呢 呃 我们国内呢 在1月21号 之前 累计 其实我们有14家的残险公司 发行的 共有32张的防疫保单 涵对个人以及企业 嗯 城堡的件数达十四万五千 十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五件 新契约的保费收入呢 达新台币呢 七千一百五十二万元 也就是说呢 哦 在 日前大家所抢购的那一张的保单 防疫保单 确实是相对来讲是非常便宜的 哦 对 那我们国内呢 就有14家的残险公司 也有防疫保单 嗯嗯嗯 就针对这一次的新冠 那个 肺炎 然后他有相关的一个保单 但是就是相对人家比较起来 这种 这一张可能投资报酬率比较高吗 还是便宜 所以 欸 根据今晚会的统计啊 从去年的三月到今年的一月二十一号 整体产险业的城堡防疫保单 共有14.9万件 整体的产业卖了快一年的防疫保单呢 呃 短短的这四天就被 我们大家呢 全民所抢购的这一个公司的防疫保单的销售数量给打败 呵呵呵 你就可以知道了哦 好 那 资深的产险专家说 保险其实讲究就是所谓的大数法则啦 嗯 要看两个关键数字 首先是来自于呢 桃园的建数多不多 其次是呢 布桃事件需要居家隔离五千多人 收到隔离通知书之前投保的多不多 那如果上述的两项的数字占的比率高 那 当然这家公司呢 就会有保费收入低于理赔支出的压力 嗯 对 就是说 其实如果 假设我们 假设就是以这 这一次五千人被 发通知隔离嘛 居家隔离 如果他们事前已经先买的话 去年年底已经先买的话 那他这一次就可以获得理赔 对 那如果他们 获得通知才赶快联络 那个保险经纪人要买的话 已经来不及了 对 他是除外调 除外的 对 嗯 所以 嗯 嗯 他们其实保险公司接受了 嗯 我们就是有 他们有在讲说 那到底卖了多少张出去 应该很多吧 因为看到几乎爆章 新闻啊 我觉得不止欸 因为我们从数据来看哦 从22号还是 呃 这个数据应该是 他们的发言人啊 嗯 表示呢 真的太多了 没有办法估算 嗯 那根据了解呢 以他们内部的评估来讲 可能会超过一百万张 一百万张 嗯 嗯 可是感觉 看那种 消息好像都是一个拉一个 几乎每个家庭几乎都在保 然后全家大 大小几乎都拉去保 没错 而且是他们内部的评估而已哦 嗯 还不包括其他的所谓的金保公司 对 嗯 所以你就可以想见 嘿 不知道 嗯 不可考了 对 可能要过一阵子 因为譬如说 他必须要经过核酸之后 才知道说 确确的数字到底多少 是 嗯 因为还在做一些的整理 对 他们还需要作业 可能怕 他们那个内部公司的行政 还要拼命去key or 干嘛的 没错 还真正投保人数到底是多少 嗯 还是要看啊 但我们是当然希望是说 呃 保险呢 是大家的 就是以防万一啦 不用到最好啦 对 嗯 那讲到了 那个年底 这一次的不讨事件 确实造成了 呃 不小的恐慌 是啊 然后很多的 嗯 好 大家都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观念可能就是 要保护好自己啦 但是同时呢 呃 千万不要帮某个县市贴标签啦 对对对 我就觉得他们也不愿意啦 那事情发生 你就大家共同的来 体谅 嗯 然后一起来防疫 我觉得这很重要 尤其台湾这么小 嗯 那其实大家都会走 跑来跑去的 对啊 你可能工作或者说 刚好从那边过境 不管搭车啊 或做什么 你会从那边过 可能不小心 对啊 你一定会从那边过嘛 就那么小 然后而且所有 而且也不 就是说 各县市 其实都有所谓的防疫旅馆 嗯 那有的防疫旅馆 有的也是从国外回来 那你国外回来 你不可能说 哦我全部都封锁 从国外 或者从桃园那边来 都封锁 不让他进来 所以变成说 只要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保护措施 戴口罩 勤洗手 哦 那这样才是最重要的 你去防人很难防 因为他脸上不会写说 我现在身上有病毒 或怎么样子 对啊 包括 包括他自己本身啊 也不知道 对啊 就有人会说 啊为什么还要跑出来 对啊 因为他真的不知道 对啊谁晓得 是 嗯 所以就是共同体谅 那如果你的朋友 有居家隔离的 你知道 就是跟我去年 我们有讲的 就是说你要给他打气 因为他不能出来嘛 嗯 你可以偶尔跟他视讯 陪他们聊聊 他们才不会 觉得无聊 就想脱跑出来 如果他们 请你说帮他带买东西 当然现在有那个外送很方便啦 去年外送还没那么流行 或什么的 那当然如果他们有 请你说帮你带买东西 当然可以协助的话就帮忙 这样子 嗯 讲到外送 好像你有讲说 外送的市场 花莲占蛮多的 对 为什么 他们那个 某家熊品牌的 评估说 花莲是 外外送率最高的 本红熊吗 对 对啊 好 那我们就在想说 为什么花莲的外送会 这个 比率这么的高 对啊 好难理解 因为花莲不大 对啊 人口数不多啊 对啊 所以就很 蛮难理解的 是啊 他们的数据 不知道怎么得来的 对啊 哎 那说到 那个 我们上个礼拜谈到说 哎 现在农历十二元嘛 那距离过年也很近 嗯 那过年很近 那我们 自己在整理环境的时候 哎 我们也会清除一些药袋 嗯 有没有 因为人多减都会发病 感冒 然后你可能会去 第一个去买成药 或者去看一个 看医生 然后他就开给你可能 三天五天一个礼拜的药 但是呢 可能我们吃的症状 不会那么严重 可能吃 吃一天 啊 或吃三天就吃 诶症状没有了 那你可能就 药就停了 你就不会再吃了嘛 想说哎 我又好啊 我又吃要做啥 或者是一般家庭都会有一些 家庭的常备用药 嗯 那这些的药品呢 也会 呃 就是 吃到后来 摆放了 就 过期 对 一定会有 什么药膏啊 或者是一些 呃 药品 对 嗯 然后那些药有些是没有打开的 就是说 有的是有那种铝箔的包着 嗯 那你不要以为包着就觉得 觉得哎好像很安全 还可以拿来吃 不行哦 他只要过期就不能放 还有你摆放的地方 如果会日晒潮湿的地方 也是不ok 那药品也会变质 对 嗯 那有的人如果说你过期你来吃 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副作用出来 所以在年终大扫除的时候 我们发现呢 有很多 嗯 一些不管是收纳 或者是清洁 包括呢 清除了一堆的药品 怎么办 对啊 嗯 那我们今天就是针对上个礼拜 我们讲的大扫除 然后延续大扫除里面就看到很多药 你知道我们国人呢 一年丢掉了五亿颗的药品 很吓人 五亿 对啊 所以我们健保 等于说五亿颗的药 然后你看那个药价 都送给药厂了 那你可以知道年终大好除面对了一大堆的药品呢 怎么处理应该是 每家每户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那根据呢 2019年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呢 我们国人每年丢弃的药品将近五亿颗 如果说我们都直接的把它呢 丢到了垃圾桶或者是冲马桶 这样不仅浪费了健保的资源 也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嗯 对其实蛮严重的 尤其说你又乱丢气的话 你又丢到那种土壤里 那可能就是严重污染到土壤还有地下水 嗯 就是如果是药水的话 我们到马桶就会水污染 如果说呢 直接的呢 倒垃圾 对 掩埋 那就是土壤会受到 土壤会受到影响 那该怎么办呢 对 我们还特别啊 去 因为之前的那个 宣导都说 你可以拿到药局 去做回收 我们要讲一下 因为小伟接收到的资讯呢 是有啦 但是已经是好几年前了 对 对啊 我们接收到资讯就是这样 真的喔? 对啊 我是知道 确实是可以 自己稍微处理一下 那以前呢 以前我们是有宣导说 你过期的药呢 就是可以直接的送 那个药局啊 或者是固定的场合 去做回收 那但是呢 后来又有一些的转变 是不是因为大家那个太多了 太多了 大家要丢去了药太多 所以他们一般小药局啦 或者所谓的连锁药局 他们没有人力再去处理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为了要确定 到底人家有没有回收 刚刚在 节目进行之前呢 特别的打电话呢 对 去 问一些药局 小药局 还有所谓的诊所 诊所 因为有的诊所他有附药 嗯 附射药剂科或药局嘛 嗯 所以我们都特别去问一下 那 他们的回复是说 一般的药局 现在都几乎是很少在做处理 他就是告诉你说 你必须拿去大医院 嗯 大医院 例如说区域医院或者医学中心 那另外一个诊所就是 比较那种诊所有附药局的那个 是直接告诉你说 如果你是有抗生素的药品 还有那些化疗的药 药品 那个就真的要送给 大医院去做处理 他们会有一个专门做回收 然后去做医疗废企物的那个 混化 那如果是一般的 常用药品 譬如说只是简单的感冒药 或者一些小那个药品的话 就是你可以私下处理 你自己处理 然后处理的方法 我们等一下就会讲 根据医师的提醒呢 药品回收要依照六个步骤 嗯 就是到 冲 集 混 风 回 这六个步骤 是 嗯 我们第一个 譬如说因为 药品的话 第一个就 分药膏 药水 还有药钉 哦 就 就这 这大概这三类这样子 好所以我们来讲一下呢 到底呢 面对过期的药品该怎么办 要一旦过期就算你没有拆封 要丢掉 也要丢掉 对 那在正常的保存之下呢 像是口服药或药膏 一般呢 可存三到六个月而已哦 嗯 而眼药水跟口服液 最多也仅保存一个月 嗯 如果说我们的药品出现呢 这个颜色变化 有异味 也不要继续吃 是 嗯 好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呢 这个药该怎么办呢 丢垃圾桶吗 或者是冲马桶 其实这都是NG的行为 对你不能直接丢 嗯 尤其是年中大扫除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会面对的一大堆的药 嗯 对 那这数量之大怎么办呢 是 就是呢 呃 院方的人员是说 我们要把剩余的药物一并的呢 放入甲链袋当中 那也 呃 这个废弃的药丸呢 也是 要放进甲链袋 对 你不能连铝箔包装一起丢 你要把它拨出来 嗯 每一颗药定 你要把它拨出来 然后 装到甲链袋里面 然后 譬如说 你可以加水 然后把它泡过 或者 加一些 咖啡渣去混合 让它水不会那么多 嗯 让它吸附来 就是说 你把它泡一点水之后 然后 再把它塞一些 比如说咖啡渣啦 茶叶啦 或者 那个你的卫生纸啊 把它丢进去 让它吸水 这样子 嗯 这个 要 好好的处理啊 免得造成环境的危害 嗯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 这一个不用的 或是过期的药品 的处理观念跟原则 我们刚刚有提到过了 常被用药 一般用药 是可以自行来处理的 除了化疗 或者是管制的药品 嗯 这些 那民众加以后的固体的废弃药品 像是那个 呃 药定啊 或者是胶囊药品啊 那其实是 不鼓励民众将药品拿到居家附近的 废弃药品减收站 或者是药局回收晚 嗯 这会造成呢 回收单位二次污染及困扰 嗯 所以我们也可能要自己呢 先处理掉 嗯 那怎么处理 我们可以呢 将药品跟外包装 嗯 把它分开来 那外包装需要回收 当然我们知道说 药袋上面有一些个人的资讯 对 都会打 所以记得 它也是我们的个资哦 对 你必须要把它剪掉 对 不是剪掉就是要把它凸黑 让人家看不清楚 是 那药品呢 倒入夹链袋 或者是呢 可封口的塑胶袋 然后放在我们的家中的垃圾桶 随着垃圾车丢弃 嗯 那目前我们国内的焚化炉呢 大多都是经过高温燃烧之后 可以将药品完全处理 并减少二次环境污染的 我们刚刚有提到过就是有关于呢 呃 为什么我们可以把它丢到那个加链 就是 可以把它丢到 嗯 垃圾车 嗯 因为呢 根据我们的那个焚化炉 它的一个热度哦 嗯 就是 呃 依我们的 嗯 整个的焚化炉的热度 好像是 呃 1000 所以可能就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单位 嗯 来做处理这样子 嗯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就是呢 嗯 糖浆跟药水 是 这个也是我们要把呢 里面的水 嗯 要药水或糖浆 倒入呢 夹链袋或塑胶袋里头 那另外我们的也可以呢 放一些可以吸附药水的物质 像是那个呃 呃 卫生纸或者是那个厨房用纸巾这样子 嗯 然后随着垃圾车丢弃 嗯 那当然空瓶呢 就是由垃圾车回收 嗯 或者是拿到我们居家附近的废弃药品检收站去做回收 嗯 所以没吃完的剩余的药品 绝对不可以随意的丢弃 或者是倒入水槽马桶冲走 不是眼不见为敬这件事情 嗯 因为它还是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啦 而且也可能会透过环境生态的反馈 危害到我们人体的健康 嗯 那像其实有的时候 像因为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广播电台播出嘛 嗯 那广播电台因为广呃 也有很多人会透过广播电台购买一些药品 哦 或食品 那如果你不清楚你买的到底是食品还是药品的话 那你当然也要遵照这样的方式来做处理 嗯 那提到过了像是有关于化疗药品 以及管制药品 因为它的药物呢 含有剧毒 所以建议呢 必须要有专业的药室人员来协助处理 那另外环保局也有说明回收药物 随着垃圾车丢弃之前 一定要先做好垃圾分类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能做到共同的维护 嗯 那另外当然我们刚刚一直讲说 我们一年就吃了五亿科嘛 没有 浪费 没吃的 没吃的嘛 就浪费的嘛 是 浪费了五亿科 所以变成说 你自己觉得说你 譬如说你去看医生 那我们就可以评估 或者说譬如说像之前我去拿药 可能去看病 那看病的时候可能第一次他开给我 但是可能 之后再去的时候我跟他讲说 欸我可能只需要 擦药的药膏就好 我不需要吃药 就直接跟他讲说 我药不需要了 但是我 我只要拿药膏就好 那你就比较不会去浪费掉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这是可以供医师做参考的 你可以跟医生讲说 你到底需不需要吃药 因为通常我们在刚开始 人不舒服去看医生 那我们会拿一些的药回来 那这一些的药呢 通常也许你可能忘了 或者是呢忘记吃啊 或者是你觉得 欸我好像比较好 可以不用吃 你可能会自行停药 反正自己家里头还会有药 或者是说呢 你第一次去的时候呢 可能有给药膏啊 那药吃完了 然后医师可能会叫你在三天之内回诊 那一定会剩余一些什么 药膏可能会剩 或者是什么会多 那你在回诊的时候 你也可以告诉医生说 我家里还有 对还有剩 这样子我们就比较不会有太多的 多出来的这一些的药 对千万不能认为说 反正 也一样是 譬如说付这个健保费 或挂号费 然后反正不拿 不拿白不拿不能这样想 对 对 还是要 就是这些的医疗资源啊 还是 要珍惜啦 对 如果真的是自己 手边还有药 就是像我们讲的那种情形 就是你在回诊的过程当中呢 你还有一些的药没有吃完 那 因为他那个距离很短 没有所谓的过期的问题啦 所以要主动的告诉医师说 如果你家里头其实还有 还有剩 比如说药膏或什么的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可以跟医师讲 比如说 我 有时候会 医生可能会附一些什么 发烧 退烧药 那退烧药呢 医师就会告诉你说 你发烧了才要吃 那你这一次呢 在三天之内呢 你绝对可能那个 退烧药你就没有吃 那下一次医师再开给你的时候 你就会提醒他说 我前三天 你开给我的那个退烧药 我没有用到 所以这一次就可以不用开了 不用开了 对 那因为那个还是可以 还是在有效期限之内 嗯 这我觉得是可以在 刚开始在拿药 或者是医师在开药单的时候 你可以呢 做一个 提醒 告诉医师这样子 嗯嗯嗯嗯嗯嗯 这样子也许就可以 减少很多很多的资源的 医药的浪费 对 嗯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嗯 希望大家都可以 今年康康平平安安 是 嗯 那我们下回再会咯 拜拜 拜拜